深受財困影響的亞洲電視 最終難逃提前停泊的命運 臨時清盤仁德勤召開記者會 說與亞視的主要投資者 未能達成最終協議 決定星期五遣散亞視員工 而亞視都將會因此而停泊 因為我們沒有見到任何現金 放在我們身上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的決定是天早上會遣散 亞洲電視的員工 因為遣散亞洲電視員工 也導致到會停泊 他們也應該清楚 繼續下去 如果我們出不了糧 對他們也是一個損失 如果他們繼續做下去 特勤說與亞視的投資者 蕭榮斌協商期間 對方提出投入800萬 繼續聘用150銅支付水電集費 以支持營運去到4月1日排照屆門 不過一直未能夠提供現金或可靠的擔保 德勤說亞視即使變賣資產 都不足以抵債 唯有作出迫不得已的決定 坦白說我亦都不想見到這樣的情況 我和亞視亦都可以說有個不解緣 不可以說我是想見到這件事 我是不想見到這件事 但是如果你在我的角度去看 當你不知道出不出到糧 或者當你不知道你將會做incurred liabilities 是不是真的可以fullly settle 即我們繼續營運的時候 你作為一個有責任的僱主 你就要作一個比較tough的決定 德勤強調在處理亞視清盤 要看帳目講法理 保障亞視資產不會再被蠶食 維護債權人利益 不能單扣感性去做考慮 至於實際何時會停播 因為涉及技術問題 仍要向亞視工程部員工了解 亦都會保留部分員工協助交接 亞視投資者蕭榮斌一方 原本向高等法院申請暫緩德勤遣散員工 希望將服務維持到4月1日 但法官最終指雙方未能達成共識 應該容許臨時清盤人 根據專業作出決定